大家好 我是大康 今天给大家讲我写的一个小故事 名字叫合折之腹 估计很多朋友一听到这四个字就皱眉头 什么意思啊这是 其实这四个字的意思非常好懂 合就是干合的合 折就是车折 车轱咕噜在地上压出来的那道沟 负呢就是小鱼的意思 这四个字翻译成现代汉语 意思就是困在车道沟里的一条小鱼 话说这天早晨 庄子又到山坡上的那棵大树底下转圈去了 等溜达够了回到家 看见老伴苦着个脸靠着墙就在那坐着 庄子就问呢 咱不做饭呢 老伴看了一眼角落里的瓦罐 一声不吭 这眼泪流下来了 庄子呢在屋里又开始转圈 转了半天 忽然抄起瓦罐是往外就走 这老伴赶紧拦着 你干嘛去呀 庄子到这份上了那还横呢 干嘛去呀 借梁 老伴呢就跟他抬杠 你说你 平时是谁都看不上 对谁呢都爱搭不理的 一个人都没违像 这会儿大家都不容易 谁会借粮食给你呢 庄子呢这会儿还挺理直气壮 我去找奸和侯 他是这村里最大的官了 那我吃不上饭 他不管谁管 我就找他去借粮 说完是一把推开老伴大步而去 说到奸和侯 那就是政府任命的管理河道的一个小官 这会儿呢奸和侯老李刚吃完早饭 忽见他们家大小子一脸坏笑的跑进来说 您猜怎么着 村东头的庄先生来了 家这个瓦罐子一定是跟您借粮来的 最逗的是都混到这份上了 人家那架子还端着呢 那派头那的哪是来借粮的呀 分明是来收租的 一会儿您得好好的治治他 老李一听这太欢乐了 俩手美的都拍不到一块了 心说您不是世外高人吗 平时根本不拿正眼看我 现在原来你也有求到我的时候啊 醒了 这回我得拿你好好的开开心 庄子呢进了屋 这老李一家几口都正襟危坐在那等着 这庄子不知道 其实这几位强忍着不乐的那个滋味也不好受 这老李特亲切的就问呢 说庄先生找我什么事啊 庄子呢想张口 忽然觉得这脸上是特别的热 心里还说呢 我又没发烧 我这脸热什么呀 好不容易张开嘴 又发现这舌头也不利落了 最后是扭扭捏捏 磕磕巴巴了半天 才把这来意说完 老李一听完就乐了 没问题 啊这粮食我可以借给你 看庄子当时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 老李又接着说 不过呢现在不行 要等老百姓把租税都交上来 我再借给你 您看成吗 庄子一听马上就要挤眼 有心是起身拂袖而去 但肚子里呢一阵的咕咕乱叫 忍了忍又坐下了 他对这一脸不好意思的老李说 说刚才呢我在来你这的路上 碰上了一件事 我当时正走着 突然听见有呼喊救命的声音 我当时顺着声音找过去 仔细找了半天 发现原来是困在干河的车道沟里 有一条小鱼在呼喊 这小鱼呢一看见我就跟看见救星一样向我求救 那当时我就问他 小鱼呀你怎么困在这了呢 小鱼回答说 我原本住在东海 今天不幸困在了这个小河沟里 眼看就要干死了 邱先生给我一点水救救我的命吧 这老李就爱听个故事 这会儿呢也听入了神 赶紧就问呢 那您给小鱼水了吗 庄子冷笑着说 我当时跟小鱼说了 好吧 等我去趟南方 去劝说吴越两国的国君 把长江的水引来救你 你呢还可以顺着水回到东海去 你看怎么样 老李听到这儿立刻就急了 他觉得庄子的办法那简直太荒唐了 结果忍不住就插嘴说 那怎么可能呢 庄子这时脸上的冷笑已经变成了讥笑 是啊 小鱼听了我的主意 当时就气愤的说 我现在马上就要干死了 你只要给我一点水 我就能活命 如果等你引来长江的水 那你只能到卖鱼干的店铺去找我了 庄子说到这儿 哆哆嗦嗦的站起身来 抄起他那个瓦罐就往外走 可能是坐久了 他发现自己的脊背 都直不起来了 这个故事来自庄子的外物片 这个故事到这儿就算是完了 那大伙肯定问呢 那庄子最后到底借到粮没有啊 估计呢还是借到了 这个奸和猴呢在他的很多故事里都出现过 对他其实还是挺好的 估计这就是到他呢 还是借到了应该啊 庄子呢活了83岁 在那个时候人均寿命还不到30岁 那庄子这已经算是超级长寿的了 而且那会儿又是乱世 要是没有周围大伙和学生们接济 他早就饿死了 怎么可能活这么大的岁数呢 庄子后来被唐宣宗封为南华真人 他写的那本书啊 那本庄子就被称为是南华经 在道教中正经八百 那是一位神仙 据说洞府就在太华山 那是呼风唤雨 法力无边 非常的自在潇洒 而真实的庄老夫子 却是一点都潇洒不起来 只是一个生活窘迫的干不倔老头 那庄子到底是靠什么谋生的呢 有一说呢 庄子曾经当过七元利 这是个什么差事呢 估计就是个管理员 甚至就是个看大门的 但后来呢 嫌这个差事也嫌烦 也不干了 后来还编过草鞋 但我估计要说卖 那肯定得是老伴去 一个呢 是他拉不下脸来 另外就他那脾气 一张嘴 那就得罪人 他哪卖的猪居 可以说呢 在庄子人生的大部分时间 他基本就是个无业游民 闲人一个 用现在的话说 这就是一个天天在家坐着的 职业作家 其实庄子是有过机会的 有一说呢 是一次 有一说是两次 第一次机会 这还算是个半个成语 叫庄子垂钓 说当时庄子正在浦水钓鱼 楚威王听说了庄子的大名 就派两个人前来 请庄子去做官 当时两个人 就毕恭毕敬的站在庄子的身后 郑重的说 我们大王要把国家的政务托付给您 麻烦您去一趟吧 庄子当时拿着鱼竿 这头都没回 当时说了 我听说你们楚国有一只神龟 死了有三千多年了 国王呢 用锦段把它包起来 供在宗庙的殿堂上 你们说 如果你要是这只龟的话 你是愿意死了 让人供着显示尊贵呢 还是宁愿活在烂泥里 拖着尾巴打滚呢 两位大夫当时一块说 我宁愿活在烂泥里 拖着尾巴打滚 庄子说 这不得了吗 我也宁愿在烂泥里 拖着尾巴就这么凑合着赖活着 所以你们就回去吧 这是第一次 没想到这楚威王呢 还是个宁脾气 这回是动了真格的了 派特使被千金 后礼那前来 请庄子到楚国去做宰相 结果庄子呢 还是不好好跟人家说话 还是跟人家讲故事 他跟人家讲 千金 这算是众礼了 相位 这也算是尊贵至上 可是 你们见过祭祀用的牛吗 人们把那个牛养肥了养大了 祭祀的时候是披红挂彩 还不是牵他太庙一刀杀了来做祭品吗 我可不愿意当那头牛 结果又把人家给轰回去 这次的经历呢 这算是个正经成语 叫玉牛瓷像 当然这两件事呢 也甭管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反正到头来 庄子是哪都没去 不过呢 也幸亏是没去 要不然的话 楚国就会多一个平庸无聊的官吏 而中国就失去了一个大思想家 一个大文学家 这个买卖也就太不合算了 下面咱们漫谈几句 作为一些读书人 一直呢就有这么一个问题 眼见的社会上到处都是追名逐利 充满了恶俗和童秀气 官场上呢又都是明争暗斗 充满了那种拍马屁战队文化 充满了那种肮脏与龌龊 那好吧 我们就躲远点 我们隐居去吧 回到大自然里 我们随草木齐舞 与野兽为林 听白鸟歌唱 自由自在 与星辰共驰骋 和大地同呼吸 多潇洒呀 多有境界 但问题来了 你怎么生活呢 在远离城市的山林之间 你怎么活下去呢 山水田园之中还是有现实问题的 你像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这个境界确实是高原 但如果后边两句 配上两个象生词 肚子咕咕叫 孩子哇哇哭 那恐怕就什么境界都没有了 美好的心态 来自你健康的身体 和正常的生活 如果你自己穷困潦倒 连生存都成了问题 那还谈什么 祝书历说呢 你像庄子隔了多少年的弟子 陶渊明也有过同样的问题 当年陶老师不为五斗米折腰拍案而起 也我不干了 也我不伺候了 原因非常简单 不为五斗米折腰 因为我有 当时家里有 方宅十余亩 草屋八九间 鱼柳阴厚颜 陶礼满堂钱 这一听这绝对是个小康之家 五斗米确实是不算什么 可到后来这日子是越过越不行 陶老师呢逐渐也从职业作家业余农民 慢慢的就变成了职业农民业余作家 为了养家每天是辛辛苦苦早出晚归的修理地球 那诗写的也就一般了 那境界也就慢慢下来 最后家里呢是不幸着了一把大火 刚才说的那草屋八九间那点家袋全给烧光了 这下可要了命 这一家的人甚至挤在了一条小船上 过了好几年 到最后是若年逢家伐 老智更长鸡 饥饿的鸡 经常挨饿 说到这位老先生晚年的诗那让人读的都掉眼泪 这么一位给中国人留下了一个世外桃源梦的文化大师 晚年 竟然醒起他要了饭了 最后在贫病交加中 潦倒而死 所以说呢作为一个读书人 你有没有谋生的本领 能不能养活自己 这是个问题 美国总统兼科学大师弗兰克林 讲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 如果你的经济不能独立 你就不可能有 独立的人格 这句话我自己就有亲身的经历是深有体会 我一直认为你像当官的 特别是一个知识分子 如果你被人所 豢养 需要成天看着老板的脸色 行事 那你根本就不可能 有独立的人格和精神 你也就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 这话呢其实也用不着美国人说 中国很早时候就有人有这样的见识 比如说那位小时候砸钢救人 长大了写资质通鉴的司马光 司马老师呢当过宋朝的宰相 那时候很多人刚进朝廷的时候 人家是宰相吗 那你一定要去先拜访他 这位司马老师呢没架子 总是和对方那是亲切的谈心 但谈着谈着 他总会问对方一个非常使人难堪的问题 他问人家 你家里有没有钱呢 你现在的开支够不够啊 你有没有欠别人的钱呢 诸如此类的吧 这被问的人呢出来以后都很奇怪 说司马光这么了不起的一个国家宰相 文坛的太陡 他怎么会问我这种问题呢 难道是在向我暗示 向我所惠不成吗 大家在底下是议论纷纷 慢慢的这事就捅到了神宗皇帝耳朵里去了 皇帝是怎么也不相信 司马老师会逮谁跟谁要钱 那既然大家议论那就问问吧 结果这一问 大家才知道原因 司马光问这个问题的意思是 你这个人有没有钱 能不能自己养活自己 能不能不为无斗米折腰 能不能不被一般的唐衣炮弹所腐蚀 所诱惑 你有了这个本领这个钱以后 他才认为你有独立的人格 而有了独立的人格 他才会考虑给你官做 随时可以丢掉乌纱帽 为了我的原则随时我可以不做官 随时可以挂官是飘然而去 为什么 因为我不会饿死 我有钱有本事可以保护我的自由 所以 有没有经济基础 才可以决定一个人他有没有独来独往的人格 才能决定 一个人 他能不能做好人 做好学问 做好官 这 就是司马老师的标准 说到这位司马老师的标准 其实还还是真管用 说到古往今来 你说那些贪官污吏 大家细查 基本 都是贫家子弟 后来政治经济学里也有一句同样的话 经济基础 他决定 上层建筑 这还是有道理的 说来有很多的文化人的一无所长 就是书呆子 老被人调侃 说什么百无一用 是书生 其实在这背后的背景 是非常的令人遗憾的是 在华人世界 文化 从来就不是正经的商品 干这一行是很难吃上饭 这个你现在海外 也有很多同样的书呆子 也有很多就是靠写东西谋生的人 可是在西方世界 在现代文明世界 人家尊重文化 尊重读书人 大家不但能吃上饭 而且能吃上相当不错的饭 但是在华人世界 干这一行 应该是非常苦的 一行 身在海外 那更是如此 但很遗憾呢有的朋友 自视身份 别的事呢又偏偏干不出手 那你就只能做这个 何哲之父了 做困在车道沟里的 那条小 说到当年我父亲 是坚决不让我学文科 那时候有过一场这个激烈的争执 我想学文科 我爹就是不让 非要强迫我去学功科 非要我培养动手能力 非让我学一门手艺不可 这么多年下来我才理解到了其中的深意 给大家看一样东西啊 这个东西 这就是电工的执照 在这儿呢你没有这个你是很难谋生的 所以现在呢回想当年的庄子 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 还依然能够超然事外 驰骋想象 为世人留下了那么一片辽阔的天空 应该说是非常的了不起 和不容易的 这确实不是个凡人 他确实 是个神仙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 谢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对于是 我们下期节目的